大家好,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,是Teleform课程的第12期 本期的主题呢,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变量之定义安全组 到上期为止,咱们部署的EC2 咱们用的呢,都是默认的安全组 在咱们实际产品环境中 咱们要根据每个EC2的职能不同 咱们专门为它定义一个安全组 那么今天呢,咱们就为咱们生成的EC2资源 去定义一个安全组吧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,咱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,使用Teleform定义安全组 下面呢,是安全组资源的官网 小马带您访问一下吧 Ctrl-C做口碑 这个是小马的官网,让咱们进入 好的,大家请看 咱们呢,就是使用这个Provider的安全组的资源的定义 在这个网页当中给您详细描述了安全组的使用方式 小马觉得这个网页写的呢,还是非常的不错 有心理朋友呢,您可以参照一下 好,回到小马的课件 那么马上进入到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呢,有三个工作要做 首先小马呢,帮您编写一个安全组的定义文件 然后呢,咱们修改咱们的EC2资源描述文件 并且引用安全组的ID 最后呢,咱们做部署确认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就从零开始为您定义安全组 并且做EC2的部署确认吧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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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